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本田老六 老六今天给自己这台1.5T的半道 也安排一个大保养 什么样的一个保养呢 3A级别 顺便让你们看一看 本田4S店的维修技师 给自己车做保养怎么做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 3A级别是我们本田基本上最大的保养了 那么都换些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机油啊 刹车油啊 变速箱油啊 空气空调滤芯啊 及气门啊 燃油滤芯 轮胎换位 动物平衡 这些项目啊 都要安排一遍 但是呢 我这个车 之前节气门已经洗过了啊 燃油滤芯呢 我不准备更换 所以说 这两个项目一定要去掉 那么剩下来的所有项目呢 都统统来一遍啊 那么老六本人呢 也是个非常爱车的一个人啊 所以说我的车呢 保养那是绝对到位啊 因为车子保养这一块呢 有人就特别喜欢啊 对车子好一点啊 有人呢 就无所谓啊 那我呢 就处于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啊 因为我本人呢 本身就特别喜欢车啊 这就是个爱好啊 没办法的啊 平时也喜欢折腾啊 再一个呢 我喜欢跑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啊 像上一次啊 西藏青海甘肃啊 这一片啊 下一次呢 我准备去新疆阿里啊 赚一大圈啊 所以说呢 我自己的车 那是保养相当到位的啊 当然了 我这台车状态好了以后呢 也会有回报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这个车的油耗啊 可以挑战全国的贯道的油耗啊 低到什么程度啊 现在我开的是6.5啊 之前最高也就7.1 7.2 那么很多人都在问我啊 老刘你这个1.5T的贯道啊 这么大这么重啊 油耗只有6点几 你是怎么开出来的啊 其实关于油耗这个东西呢 非常的复杂啊 人的因素 车的因素 路况的因素 天气的因素啊 都有影响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车做大保养 怎么做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边做边说啊 就大家呢 怎么样正确规范的去做 本田车的保养 如果说你自己动手能力非常强呢 还有就是说 疫情影响 不方便去10S店保养啊 外面保养 也不放心的啊 这些小伙伴啊 你可以看我的视频 一边看一边做啊 这样呢 自己动手 不仅省钱 还有乐趣啊 那么在我的粉丝圈里呢 这样的高手太多了啊 上次一个广州的啊 粉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啊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 这位粉丝呢 开的是期待雅各啊 时间很长 功率数很高 想准备一下底盘 但是疫情影响 他又来不了啊 在广州路也很远 也不方便过来 然后在我的建议帮助下呢 他也顺利的买到了这些原厂的 底盘需要更换的这些配件啊 基本上就是六个球头修理包 加两个下壁交套 那么接下来呢 就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他没有找人更换 他是自己动手更换了啊 然后呢 他把六个球头修理包啊 都换完了 然后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说老刘 我再换下壁交套 而且呢 他用的工具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还是用压床压进去的 他呢 就用一个圈金顶 找了一个墙边啊 就把这个村套啊 给压进去了啊 这让我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说呢 老刘这个视频分享完了呢 大家也可以动手啊 操作一下 自己给自己修车啊 那绝对是一种乐趣啊 不光省钱还好玩 如果说你也喜欢动手啊 喜欢本田 开本田的 关注一下本田老刘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可能会有些长啊 老刘给你们分上级跟下级啊 看完上级的 不要忘记看下级啊 可是这就是 就也会上级的 就会变得到 谁就会变得到 它就会变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